今年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的日期已经出炉了 将从7月2号到8月15号在台东热情登场 活动天数更长达45天 台东县政府交官处表示 预估将会有80到100万人次到访台东 至于防疫的问题 交官处则是表示 会依照中央CDC防疫原则来办理 进行滚动式的修正 这个月4号台东县长劳庆龄在脸书上 公布了今年2022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的日期 让不少喜爱热气球的民众 也开始规划相关的旅游行程 对此台东县交官处表示 今年预估将会有80至100万人次造访 过去这两年的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预估 今年我们的目标大概以80万到100万之间 OK 我们希望大家来不只参加活动 是long stay 在台东停留时间能够更长 但由于国内目前仍有零星的个案传出 县府交官处也表示 活动将会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所公布的准则为主 并视情况进行滚动式修正 目前并没有总量管制的需求跟必要性 OK 因为我们还是尊重所有游客的选择 除非疫情严峻会有中央CDC有任何的规定 我们就会依照中央的规定来去做所谓的人流的控管 否则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 当然就没有台东人限定这样的问题 虽然目前距离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开幕日还有三个多月 想要到陆野高台欣赏热气球的民众不妨可以提早规划旅游行程 但在感受热气球魅力的同时 也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才能够玩得安全又开心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再聚用 仍然 HD 再聚用